鐵皮工廠熊熊燃燒 窗戶不時噴出灼熱碎屑 火焰不斷竄出 濃煙掩蓋整個工廠正門 完全看不清內部 黑雲蔽日 如此猛烈火勢 危險踏水而至 要往後推啊 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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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名永蕭站在第一線 準備射水 不過火勢太猛烈 避免工廠有爆炸可能 危急打火弟兄 指揮官趕忙呼叫後撤 來 修改後撤 事發在彰化路港 張濱工業區一間金屬加工廠 鐵皮加高建築 在約中午十二點時 因為不明原因起火 由於風勢相當強 助長火勢 很快整間工廠就全面燃燒 消防局貨爆出動 三十七名消防員 十七輛消防車前往灌救 工廠負責人被農煙嗆傷送醫 索性沒有大礙 但自家工廠過年前遭到鑄籠 恐難過個好年 記者陳盛偉 聯員兵 陳正茂 彰化報導 też相次在說 並以往 急會 努力 努力 充滿